今次我在這部劇《你好,我的大夫》 飾演中醫師,他叫程嘉迎 一開始我們也叫了中醫師上課 那天也有試過針灸 也有學了很多中藥的名詞 我本身是一個常常都會看中醫的 這次下針, 我也是比較自信的 腹針淺次為主, 不會觸及到痛處 我先幫你下針試一下 讓你可以感受到針感 可以嗎?應該不是很痛 這次我在《你好, 我的大夫》中 角色叫菇清敬 在黑龍江博士畢業回來的中醫師 本身跟師輩的角色 是由小朋友稱呼出馬的 一起去讀中醫 一起在香港的大學畢業 完結後, 我沒有繼續留在香港行醫 反而離開了香港 去到中國、泰國、緬甸這些地方 去到二診 展轉間十年回來之後 就已經成為了一個非常技術高超 以及摘心任後的中醫師 麻煩你救救他吧 走… 落原色, 在心裡要做 其實我在拍攝之前 曾經找了一天的時間 我跟著一個真正的中醫師 去跟他診 中醫是真的會用心 跟病人交流 什麼… 在每個個案子裡 其實不只是所有東西 還是看表面 其實可能在內裡 還有很多東西 知書、麻煩 就是真的要用心去找 用心去探索 才能找到病人的根源 去跟治病情 為什麼風寒感冒不可以清熱呢? 我們中醫將病症分寒性和熱性 你患的是風寒感冒 就像天氣一樣 動作要疏風保暖 你要吃的是解表瘟熱藥 清熱藥就像寒涼藥一樣 吃了就會寒上加寒 我覺得這套 除了一個中醫劇之外 其實也是一套純愛劇 是一個很弱心的純愛劇 是很無奈, 永遠都走在一起 煲藥還在煲, 不可以釋放 孤星,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我知道 你開了藥, 我再私底下開藥 是個不合規矩 你明知道不合得還做 你豈不是很無賴? 你明知道也開了這麼少劑量 雖然是有用 但要喝很多劑才會痊癒 我還沒跟你解釋過為什麼 其實你每天要看這麼多症 根本不夠時間逐個病人了解 也不會知道 他的腳再捅下去 某分鐘連工作也沒賣 我們有很多韓劇的時刻 所以拍攝時, 我無緣無故會起歌 我無緣無故會起歌 不知覺得這個時刻 是要起一首韓文歌 例如初戀時, 我過馬路 她從後衝過來拖我的手 陳家瑩, 我喜歡你 還喜歡了很久 中醫那邊, 她也想帶出一些訊息 就是中醫在醫療制度中 是擔當了什麼角色 我們會有很多這些不同的 比較資訊性的東西 都會想灌輸給觀眾知道 希望看完這套劇 可能也會多些人對中醫有興趣 也會尊重中醫這個行業 你拍攝給方法 zablom 你拍攝給我 你可以拍攝給你